在喜回中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 虽然狼吃羊是天性 但羊村的小羊哥哥都很聪明 也很厉害 为了防止狼族的入侵 羊们在羊村外建立起了高高的围墙和铁门 当然了 在狼族中也有不少强大的狼族 那么他们入侵羊村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这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灰太狼 作为早期反派 灰太狼也是狼族赫赫有名的狼王 他的智商一直都是在掉线和上线中徘徊 为了能够抓到小羊 灰太狼想尽了各种办法 期间月为了抓羊也创造出了不少强大的武器 虽然灰太狼很厉害 但小羊们也不是吃素的 每次在灰太狼袭击时 他们都会奋力反击 而这也导致灰太狼每次都没能得逞 不过当灰太狼黑化 或者是得到了更加强大的力量之后 他还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种状态下 要使灰太狼想要入侵抓小羊 那绝对是轻而易举的 接着是千羊斩 他绝对是狼族的传奇人物 不仅实力强大 其老谋深算 在抓羊这块上 他非常有经验 毕竟他就连名字 也是按抓羊数量得来的 所以当小羊们遇上这么老谋深算的千羊斩 他们的哪些套路都起不了作用 甚至轻易就会被识破 所以千羊斩要是入青羊村 估计他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接着是小白狼 他是狼族贵族 也是红太狼的初恋 当初小白狼曾来到去青青草原 拜访红太狼夫妇 灰太狼因为吃醋 有心想让喜羊羊他们收拾他 可没想到的是 小白狼凭借他绝对的实力 直接就将所有小羊抓了过来 甚至小白狼入侵羊村 可以说就跟入无人之境差不多 他的入侵事件只需要一分钟 最后一位非常厉害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灰灰 因为他的特殊性 他成为了羊羊界最受欢迎的小羊 虽然小灰灰是灰太狼的儿子 不仅不吃羊 反而和小羊们做起了朋友 羊村对他来说 就是他第二个家 好了 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请变个爱心支持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肥宅 下期节目更精彩